青州街头正在上演一出猫臭老鼠的大戏 百姓们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 只有官兵追着叫花子满街乱窜 一个乞丐慌慌张张的跑进破庙报信 康熙心中已经猜到官兵突然抓人的原因 立刻让所有的叫花子都换上领的新衣服 众人听了之后都开始换衣服 唯独罗锦鸿一脸尴尬的站在原地 康熙察觉出他的窘迫 让他一个人去里面换 说着又把其他乞丐都赶出了门 我们这万岁爷还真是撩人于无形 这波操作简直难有力爆棚 等到众人都换好了衣服 锦鸿也第一次以真面目示人 刚一登场就占据了所有人的视线 就连我们这月女无数的康熙都看呆了 露出了一个标准的痴汗笑 眼泪差点就不争气的从嘴角流出 好在官兵的及时闯入 帮他挽回了颜面 我们这位万岁爷还真是不简单 影帝级别的表演是说来就来 一秒钟内就把身份从乞丐 积换成了导游 看是给丐帮众人科普着破妙的历史 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也不是谁都能来得了的 毕竟这些个专业名词 也都是需要有知识储备 才能说得出来 这个飞檐和影帝的形式 康熙正准备带着众人 惠水摸鱼的逃出破妙 却被官兵拦住 一通质问 康熙只能谎称 叫花子都在庙内 然后就以迅雷不及一二道零 小叮当指示 带着锦红开始狂奔 果然在这紧急关头 康熙心里还是惦记着美人 正不愧是色鬼贤隆的亲爷爷 康熙正拉着美女的小手 亡命天涯 途中还目睹了自己的两个心腹被抓 而我们这万岁爷 能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心只想着确保美人的安全 可怜了三得子和法医 为了康熙交代的任务四处奔走 却不幸被抓 结果我们的康熙一心只想着撩妹 康熙带着罗锦红逃回了一妃的住处 与此同时 我们贤惠的一妃娘娘就念叨着万岁爷 结果刚一回头就愣在了原地 看着康熙身边站着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 一妃的心情十分复杂 而锦红被她看得也有些尴尬 正准备出去 却被康熙一把抓住 此时的康熙求生欲简直为零 完全没察觉到修罗场的戏戏 还直接拽着新婚进了大厅 这刚一进门就迫不及待的开始装逼 毕竟 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叫花子 也是时候摊牌 在锦红面前好好展现一波了 看着一妃带着丫鬟 恭敬的跪在地上请安 锦红也跟着跪在地上 没眼力见的直男康熙再次上线 开始给这两位行敌互相介绍 果不其然 两位美女的表情都略显不自然 罗锦红突然站起身准备离开 又被我们的康熙也拦住 眼前刀嘴的肥肉马上就跑了 康熙也急了 决定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再赌上一把 如果我不这样做 那我就不会知道 黎明百姓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也不会知道自己 唯一众人的官吏 是何等的贪婪 更不会知道 像罗世长这样的好官 居然蒙受着这样的冤举 这一番慷慨激扬的发言 也让罗锦红成功哭成了一个类人 真不愧是撩妹鼻祖康熙也 康熙为了成功抱得美人归 是煞费苦心 说了一车的话 终于打动了罗锦红 可康熙并没有打算就这么结束 看到美人离花待遇 也是立刻驾足马力 持续输出 你们骂得好 你们骂得好 是你们 把朕给骂清醒了 朕是为了自己的江山 去办成叫花子的 叫花子也是朕的子民 朕难道不应该去了解 了解他们的生活吗 话又说回来 你不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 也女伴男壮了 你的内心 不已隐藏了一种无奈吗 一旁的依妃都看不下去了 江康熙为了留住美人 煞费苦心 也只好在一旁助攻 我说这位姑娘 能留下还是留下吧 你要是走了 那可真是不知趣了 听完依妃的话 锦红也是立刻停止了哭泣 立刻表明自己不走了 然后就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开始挑衅姨妃 多少人不是想有这个机会 还等不来吗 此话一出 姨妃才明白这个心机构 是在演戏给自己看 气得转身就走 就眼看着自己的后院即将起火 康熙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只能挠着自己 因为狮子而骚痒的不断的身子 来缓解尴尬 罗锦红见目的已经达到 立刻就开始和康熙调起了情 要他证明皇上的身份 康熙听完也是一脸懵逼 我觉得你已经信了 凭的是什么 凭的震的气度 看来康熙之所以能征服罗锦红 和他与生俱来的自信 也是脱不了干系 看来我们这万岁爷 终于能如愿以偿 将每人收入囊中 可他的小伙伴就没这么好运来 三德子和法印 此时正身处大牢 还即将面临审问 临走之前 三德子将自己收集到 归于红元道的罪照 全部都交给了靠谱的育偶 然后就和法印 一起被带进了公堂 那么接下来 还会发生什么 康熙能否及时解救 三德子二人 这个我们下集再说 喜欢的话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